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我们美雕仪的操作以及安装 首先我们拿到配件之后呢 把挂架安装上去 然后把配件放好 放好之后呢 对准孔 四星对四星 两星对两星 这样对紧插好 插好 还有这个副丫头 这个注意了 插进去哦 插进去 一定要卡到位 然后呢 把它卡紧 因为如果你不插到位 不卡紧的话呢 它就会 吸力就会很小 一定要插到位这副丫头 一定要插到位卡紧 卡紧之后呢 我们这里开电源启动 启动之后呢 我们机器会低的一声响 响了之后呢 我们点进去 我们看到这里 有对应的操作头 首先第一个报纸头 它对应的是这个头 然后呢 接下来 这个呢 是眼部的色平头 身体的色平头 对应的是这个 然后这个呢 是脸部的色平头 对应的是这个 头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个呢 是眼部的色平头 对应的是这个 然后接下来 这个呢 是负压头 对应的是这个头 好 最后面这个呢 是预始能量 是导入产品的 那我们这个 这个仪器呢 首先 这个报纸头 主要做减肥 然后呢 这个导入头呢 导入一些产品 这三个呢 也是减肥的RH色平头 那你在使用的过程中 如果这里松掉了 就必须要把它扭进了 否则的话呢 就需要重新购买 最后负压头 拔罐 定罐 刮砂都可以用的 我们讲一下 COS操作 首先是我们的报纸头 我们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像你们拿到机器哦 可以先在我们的机器上面 放点水 然后这样放点水 然后呢 点开始 然后呢 开始加能量 我们看到我们的机器呢 它会有反应 加的能量越高 反应越大 如果你在加能量的时候 这个报纸头的水 没有反应的情况下 那你就暂停 上进之后 调我们的后台 我们看到没有 你在加减数字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反应 你就往上加往上减 只要当我们的水 有反应就可以了 看到没有 然后确定 确定之后呢 再启动 再加能量 看到没有 你的这个报纸头呢 就是正常运作 用完了之后呢 就关掉暂停 然后接下来讲一下 我们演身体的这个BIO 这视频头 然后我们点开始 然后加能量 我们看到它是有灯光的 那你在按能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从最小往上面加 因为它有热度 如果你加的太热了 顾客感觉就会太烫 你一定要往 从1开始加 然后加到 顾客舒适的热度就可以了 用完之后呢 暂停 然后返回 接下来讲一下 我们脸部的这个射频头 点开始 同样呢 从最小1开始往上面加 然后呢 它就会有热度 当客户感觉到热度舒适 因为它的热量是慢慢往上升的 所以不需要着急 给它两到三分钟 等它热度升上来就可以了 当客户感觉到 它能接受的热度的时候 就可以用完之后 同样的暂停 返回 接下来讲一下 我们眼部的射频头 点开始 对应的是这个头 那我们能量的同样 从最小往上面加 我们感觉得到 它有热度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烫 然后用完之后 同样的点暂停 然后返回 接下来讲我们的负压头 我们的负压头呢 对应这个 我们点开始 然后这呢 是调节稀放比例的 那就根据你操作的不同来调节了 然后这个是热量 同样加的 从最小往上加 当顾客感觉到 有舒适的热度就可以了 然后呢 如果你在操作的过程中 觉得稀率太小了 我们后面这里 有个旋转钮 那你可以根据你 顾客的感受程度来调节它 放大或者放小 这样调节啊 然后呢 调节到舒适的位置就可以了 还有我们这负压头 在操作的过程中 你往顾客上面 身上涂精油 不要涂得太多 避免它 被流进到这里面去 管止堵塞 如果管堵塞的话呢 退回来维修 也是要需要收费的啊 然后呢 用完之后呢 同样点暂停 然后返回 接下来讲一下 我们的预食能量 对应的是这个头 导入产品 同样开始 它也是发热的 那能量呢 同样从最小往上加 它的肉量是慢慢热起来的啊 然后导入我们的产品 那当顾客感知到 有温度就可以了 不需要一下子加的太高了 避免烫伤客户 然后用完之后呢 同样暂停返回 接下来讲一下 我们的仪器的保养 注意了 用完之后呢 仪器一定要进行保养 否则它的寿命就会减弱 首先这是我们的报纸头 跟我们这个 这个玉石能量 还有负压头 操作完之后呢 就用生理盐水 擦拭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三个头呢 你可以用不擦的时候 如果这个扭开了 那你就把它扭紧 注意不能掉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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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